张铃鹤给你拔卖 他那个时候要演个中医 他一拔 你怀孕吗 我说对啊 恭喜你啊 说恭喜我干嘛 我说你当舅舅了 想什么 他知道我怀孕之后 让我多看看他和迪丽的爸 对 还有那个事 张铃鹤给你拔卖 对 他那个时候要演个中医 他去学了 然后他真给你拔出来了 当时 他就给我拔 我说好 那你就给我拔 他一拔 就这样 然后我还开玩笑 我说怎么啦 怀孕了 他就这样 不敢接我的话 因为那时候你在拍视频 对 而且他因为他刚学 他也不设定 对 而且怀孕的这个麦很明显 他像电流一样这样滑过去的 正常人的是这样跳的 因为有两个心跳 你可以专注地把麦 可以控制一下表情吗 因为他有两个心跳 所以他有间隔 而且小宝宝的心跳 会比成人要快很多 所以他就像那个打节奏一样 有一个就是快一点的 然后他就后来问你了吗 他晚上回去就问我了 他说你怀孕吗 我说对啊 恭喜你啊 他说恭喜我干嘛 我像你当救救了 想什么的 好吓人 他知道我怀孕之后 让我多看看他和迪丽的爸 有用吗 我不知道 我们贝令是告知了所有人的 对 老公也跟着贝了吗 贝了 贝了 但是老公经常会喝碳酸饮料 这也不行啊 不是就是因为他们自己身体不健康 就是有 也还好吧 我觉得你老公跟我老公查出来都很得意 哇 活力有百分之六十 人家的差 对对对 我们说百分之六十 这不是刚刚几个吗 对啊 有什么好得意的 对啊 他们说还有很多只有百分之四和五 对啊 他们要求很低 老少嫌疑的结果 你还记得你老公知道你怀孕的时候 说的那个话吗 yes yes 我就知道我可以 我就知道我很强 我就要做什么 看在旁边 我就知道 好神奇啊 没有那种温馨的场面 我要做爸爸 对啊 没有 没有那种 没有温馨 想象中的画面